外媒分析 習近平的中國之戰是甚麼? 美海軍上將中美衝突可能今夜就爆發 王歧山被暴被惠俄羅斯高官 普京被習近平傳遞了甚麼訊息? 兵舍場有望入場 中辦副主任萬長方惑被附證 你剛才看到的影片 是疫情風控的鄭州某小區 突然想出了防止居民出逃的絕招、刀片 那是在這裡防居民還是防賊? 真是能想得出 全國人民起營二十大 牧民黨代表表示 在人民領袖習近平總書記的正確領土下 現在已經是無人機貨目 牛羊需要飲水時 只需要用手機遠程遙控自動取水 那也太先進了吧? 不過亦有較真的人士專門為此去做了實地調查 有無人機放牧嗎? 咱們這裡有無人機放牧嗎? 這個無人機也太難照了 我今天早上八點鐘起來 到現在下午無電了 雞都看見很多隻了 無人機我真是一直都沒看見 無人機放牧呢? 肯定是有的 但是你說很多牧民 咱們也不知道很多牧民 具體是多少牧民 那這個很多牧民能不能代表所有牧民 感覺代表不了科爾奇牧民 反正科爾奇這邊是沒有無人機 各位朋友那邊有無人機放牧的話 可以發給小招看一下 據我所知科爾奇這邊很多牧民 用電都費勁 不能先不搞高科技這個東西 無人機放牧 先把老百姓用電問題解決一下 綜合陸媒報導週四上午 在中共二十大記者招待會上 外交部黨委委員 副部長馬朝玉華 考慮到烏克蘭當前形勢 中國駐烏克蘭事館 即在做職同胞的撤離行動 那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 再次緊急撤僑呢? 就是中國宣布撤僑行動的前一個禮拜 王岐山陳述團出席亞洲互相協作 與信任創司會議大陸次峰會 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剛剛在9月中旬訪問過哈薩克 中國最高官員密集訪問這個中亞國家 引起了外界的高度關注 有時憑人士分析 中共撤僑就是戰爭升級的徵兆 他分析說 王岐山這次去哈薩克一定是去做 習交辦的大使 與此同時 普京也去了哈薩克 因為習要留在國內開二十大 所以王岐山應該是以特使的身份 以哈薩克斯坦為中間點 與普京搓傷去啦 那也可能是普京要有大動作的徵兆 他需要事先知會盟友中共 而且如果普京有危險舉動 那習近平工台的時間表恐怕也會提前 另據《南華早報》報導 當地時間19日在大西洋理事會上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迪上將 認為他不能不排除中共最快 在今年二十大開源後不久 就會展開工台行動 所以美國海軍要隨時處於戰備狀態 吉爾迪指出 過去二十年內我們能夠看到 中國在表態要做出某種行動之後 他們往往都會提前 因此談論到中國是否會在2027年行動時 我認為他們可能會提前在2022年或2023年行動 如果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吉爾迪還指出 在中國與俄羅斯一億增加的威脅下 有一件事甚至比擴大艦隊規模更重要 是什麼呢? 那就是要讓美國海軍隨時處於戰備狀態 要有今晚就開戰的思想和行動準備 也就是要確保美軍積變在今晚 就突然爆發戰爭的情況下 也能夠打贏戰爭 同樣習近平也在為即將到來的中美攤牌做好準備 《維加日報》是一篇題為習近平的終極目標 一個為中美衝突做好準備的中國 總說 執政十年來 習近平絲毫無掩飾他要將中國 打造成世界超級大國之一的計劃 他發起了一系列行動加強中國的軍事力量 重構經濟並重塑社會 以確保中國是與西方的對抗中國性 或至少能夠守得住這種抵抗 因為這樣將是他的中國之戰 不過打仗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 中共軍隊在即將到來的大國衝突中真的準備好了嗎? 《維加日報》在10月21日一篇名為 中國軍隊正在追趕美國 但做好戰鬥準備了嗎?的文章中對此做了分析 文章認為在習近平之下 中國軍隊正成為美國的一個真正競爭對手 但北京方面擔心其軍隊的作戰能力 文章說 中國軍隊正在盡可能地抗軍備戰 中國的國防預算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中國軍隊的役役軍人數量約為200萬 相比之下美國略低於140萬 但習近平連隊的問題是 這些力量是否已經為戰鬥做好準備? 文章分析 至1979年與越南發生短暫的邊境衝突以來 中國還沒有打過一場戰爭 越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 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戰的美軍不同 中國軍人幾乎沒有作戰經驗 一些中國領導人將此稱為和平兵 找到解決方案而又不切實際卻入戰爭 已成為習近平的一個優秀事項 特別是在他尋求 唯有可能發生的中美攤牌做好準備之際 然而一些軍官的作戰決策存在缺陷 難以領導部隊 有時甚至不理解自己的命令 普通士兵處於至上而下的指揮體系中 那可能導致他們在戰場上缺乏臨場應變能力 文章指出 中國的政治優先 按牌意味著大約40%的新兵訓練涉及 學習共產黨相關內容 而不是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軍人 中國的年輕人是在獨生子女政策下 被嬌生慣養長大 他們被質疑是否足夠堅強來投入戰鬥 文章還說 一項讓中國軍隊的兵種聯合作戰的努力仍未得到檢驗 目前中共軍隊中真正精通 聯合作戰的指揮官不多 如果不改變這種現狀 一旦發生戰爭將非常危險 文章說 中共官方媒體上偶爾會出現關於軍事演習中的失誤或能力不足的問題的報導 與其他國家的軍隊一樣 共軍是演習中 讓自己的部隊扮演對手的角色 在中國駕上敵的部隊被稱為南軍 幾方則稱為紅軍 2014年在內蒙古進行的一次演習中 南軍決定欺騙紅軍 他們派出兩二十來個士兵 帶著大白菜、薯仔和好吃的飲品 假扮成地方政府慰問部隊的人員 而這一策略竟然受效 紅軍將他們帶到指揮部 藝裝士兵於是拿出武器 撥捉了紅軍的指揮官 在另一個個案中 一名陸軍營長發出了錯誤的命令 在需要完成火力時發射了近程大炮 這些大炮落空 而一架南軍裝甲直升機隨即 隨即找到了紅軍陣地 將其摧毀 《解放軍部》去年的一篇報道稱 某女領導在一次演習前獲得了野士裝備 但令人失望的是 他們竟然不知道這些為何 於是便無法被士兵 文章最後總結 對共軍人員的真正考驗 將是他們被正招迎戰的時候 一些美國軍事戰略家和分析人士指出 中國可能還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才能讓軍隊具備能夠實際匹定美國的能力和訓練 中共二十大人士調整目前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在全民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長右網晉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況下 香港媒體稱中版常務副主任萬長峰 將被附正晉升副國級高官進入中央政治局 據聯合早報報道 中共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各種傳聞不少 中辦主任丁薛長就是其中一個熱門人選 由於丁薛長一向低調 有關他個人公開報道並不多 據中共官方公開信息顯示 丁薛長1962年9月出生 江蘇南通人 陳歷任上海市集白區區長 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 不過丁薛長沒有主政地方的經驗 因此他的履歷中在中共官場中比較之前 在丁薛長有望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況下 由於最近三任中辦主任令計劃 律戰書丁薛長都是中辦常務副主任出身 因此現任中辦常務副主任萬長峰被認為 有可能扶正 從二中入政治局 律戰書是中共官場中提拔萬長峰的高官之一 另據華爾街日報17日預測 可能進入下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六名人選中 集派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中央辦公廳主任 丁薛長可能入場 分別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中紀委書記及排名第一的副總理 而有消息人士稱 現任常委王滬寧及趙樂際可能連任 但兩人都可能有身職位 相比之下汪洋及胡昌華這兩位傾向市場原則的 自由主義改革標桿人物 則被認為是由其他政治老人提貴 而非習近平的圈子內 反之儘管李強因疫情期間的封控手段 惹得上海天路人怨 但仍是總理的頭號候選人 原因只有一個 那就是習近平準備任命擔任中共高層職位的 都一定是他的忠實下屬 當中就包括李強 據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 吳國光稱 現在習近平掌控著中國的權力槓桿 截至今年6月 在中共281名省級黨委常委中 除7人外其餘所有常委軍有習近平任命 好啦 今天的第一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轉發這個欄目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明天見 我們都是在祈禮的 報告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